好 市場也有分析喔 美國現在為什麼在震盪 美債的殖利率為什麼又往上跑呢 因為在等PCE開獎 大家覺得大家的消費力 可能還是很強 很強通膨就下不來 好 我們已經聽了一整年 這樣的來來回回了 這真的是讓今天台股大跌的原因嗎 鍾哥有他獨到的看法喔 好 鍾哥 那去夜市你會吃什麼 對 他們那天去的那個 零下夜市其實我們也去過了 但是一樣跟那個 杜大師講的一樣 排隊要排滿久 好像要半小時以上 如果回答是我的話 我想應該也不用排隊了 所以我排的是心甘情願 因為我們畢竟沒有那麼樣大的市值 希望以後老闆認得鐘哥對不對 不要讓你排隊 好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資 外資今天反而在大跌日 是先獲利回補吧 回補了一千多口的空單 那到底現在籌碼怎麼看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其實今天的這個下跌 算是最近比較罕見的 那上一次大概在4月16號那個附近 那其實這一兩天的全球投資氣氛都不太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PCE 那PCE的話我們先看 這個是5月31號要公佈的 那預估是2.7% 也就在這個地方 那你把這個PCE長期這個線看過來 是不是這邊有一點這個 好像有點像V轉的感覺 V轉吧 對 那像這個FED有一個新英王 就是明里亞波里斯的 他的名字男人叫做卡瑟卡利 他說今年可能甚至還要再升息 那大家都想要降息 他還說升息 所以讓這個禮拜的債券拍賣 其實表現都相當差 就1400億的美元其實都賣不太掉 所以殖利率表現的就是往上升 因為殖利率已經來到近期這個新高 那對這個科技股的這個線 就稍微有點往下壓 我們都知道殖利率跟科技股它是反向變動 但是我們來把這個清掉一下 你看最近有一點異常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切過來對不對 殖利率在上升 股市也還在上升沒有掉 所以這兩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件事要修正 要不就是殖利率要下 要不就是股市要下 那目前看起來美股它稍微有點在修正 要觀察這件事有沒有成真 現在連兩年期的公債飆售都有困難 對 就是不好 那我們來看加權指數 那當然剛才杜大師有大概提到一些 我們就是快速的帶一下 其實有利多 什麼利多就是蘋果的開發者大會 跟電腦展要來了 那本土法人其實都還是偏向多方 外資是這幾天賣的比較多 他像今天他賣了400多億 那大家期貨他是回補 待我們下一個再來講 那你讓空方稍微宣洩完之後 我覺得月線會震盪 不太容易再繼續重挫 因為資金已經轉進非電 那我們看今天像航運 像一些這個船產營建 其實都還不錯 那看這今天的狀況 台積電跟鴻海是當然是 就是我們說殖率如果上升 他們一定是首當其衝 所以都跌了2%左右 我們來看這一頁 好 怎麼看 那我們長期是看著他發呆 就是觀察他這些指標 這個上面是台子旗的日線 那這個是最近第一 比較大的一根 這一根是4月16號 是 重挫 重挫那一天 其實外資他的空單是蠻多的 那你看哦 重挫之後他其實沒有回補 維持在這邊 那為什麼呢 因為4月18號是這一根紅棒 就是黑棒的隔壁 這個4月18號是台積電法術會 對 那魏哲嘉他做了三個下修 是 下修別人嗎 大家還記得嗎 下修半導體的這個市值啊 晶圓代工還有車用 對 所以外資可能在這邊 大家知道他講的會不太好哦 所以你看他的空單其實沒有回補 但是你看今天 這兩天的重挫之後啊 外資在這個地方 昨天空單有15000多口 今天補了1000口左右 雖然不多 大概金額是40多億了 那大概有一點 好像有點獲利出場的感覺 因為他這一波上來 其實這個盤一直往上走 他的空單都沒有賺到什麼錢 是 對 他就做的不太準嘛 那好不容易見烈欣喜 所以他今天有一點出場了 對 所以從期貨的角度來看 今天應該是稍微有一點止疊的味道 那再來看散戶 散戶呢 散戶今天從昨天開始做多了 那我們知道散戶做多對大盤就是不好 所以散戶做多今天就是重挫 好 這個我們討論過好幾次 沒辦法就是這麼準 對 沒辦法 那再來就是選擇權的那個 普攻規則值 它只有在4月中旬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空單 這個掉到100以下是偏空嘛 那目前其實都是偏多的 那可以觀察一下今天最新的數據啦 只要在100以上暫時都沒有太大問題 好 對 那最後是這個自營商選擇權 他也蠻準確的 從這個4月中旬開始下修之後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一路的去做多 那自營商在選擇權 他是做save put為主 那所謂save put就是看不跌 我覺得這個盤不會跌到 對 看不跌 所以你看這個盤其實就上去了 所以原則上 他只要維持多單的話 大概沒有什麼問題 那再來跟大家透露兩個關鍵的價位 那就是6月的結算 壓力其實在21600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呢 因為選擇權 買權的最大序列就在這邊 那這兩天其實已經跌回來了 對啊 對 就相對安全 那7月是在22000整數關卡 對 所以目前看起來上方這個 因為之前賣扣的人壓力很大嘛 那跌下來之後 他其實就這個稍微有點解除他的風險 對 所以這是整個台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有點可以像自營商看不跌 感覺上有點也不會跌得太深 以他們目前籌碼的形態來看 對 他就覺得震盪 但是不會不至於重挫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要選股票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選 那我們剛才說 剛才的籌碼看起來是兩好兩壞 那如果打過棒球都知道 兩好兩壞會怎麼樣 還差一球 就還差一球 所以現在就是關鍵的轉折了 就是你要看下一球 當然是好球還壞球 我們就看那指標有沒有相同 那如果你要選股的話呢 有一個方法提供給大家 那長期追蹤下來 其實績效還不錯 好 風哥獨家ETF 最近的五年 你就看那股票 平均的現金殖利率要大於5% 就代表他是殖利率護體的 那再來就是EPS大於0 就是我們不要找到虧錢的股票 那第三個呢是日線的RSI 剛好由下往上突破50 好 由下往上哦 對 那這個其實把它翻成白畫文 就是你看RSI如果畫一條線 他由下往上突破 我在這個點對不對 他就不可能是右上角的股票 他就轉強的股票 他就是轉強的股票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第四個是季線 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在季線的上方其實更好 那季線下方也沒關係 可能就分批承接 那季線上的話我覺得 就可以一次把它買足 好 那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一下 為什麼要用RSI 怎麼又覺得這張圖難了起來 好 那這個是量化平台回測 那左邊是用KD指標 其實很多人喜歡用KD 那這樣講可能會冒犯到很多的老師 但是其實KD真的不太能用 KD真的不太能用 就是傳統的KD 杜大師在做筆記哦 對 當然會講嗎 不會 就是你用日線去回測台積電的股票期貨 你會發現 這曲線圖竟然長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在前面5年是賺錢的 最近的5年是這樣子 是 對 那所以這個不OK對不對 那如果你改用RSI 好 RSI你突破50買進 跌破50賣出 你看這個前面沒有 就是沒有什麼賺錢 但是最近這幾年它是往上走的 然後最後一口台積電的期貨 大概會賺到8、90萬左右 所以這兩個指標就可以比較出來 我到底要用KD還是用RSI 當然如果它是屬於震盪型的股票 可以用KD 那因為台積電它跟大盤很像嘛 所以還是要用這種趨勢型的 RSI會比較好一些 好 其實這張表簡單來說 中哥是擅長城市交易的 長期的交易來看的話 RSI指標對您來說特別有效 它是有用 對 那我們舉個例子 例如說我們看這個是兩檔股票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左邊就是台積電 就是杜大師說要買進 那今天進場怎麼樣 今天進場怎麼樣 我們來看 這是RSI對不對 其實最好進場點 應該在它突破50的時候 好 要轉牆的時候 對 所以我們把它畫一下 你看第一次在這邊 不過好像很久遠以前 這個地方 日線RSI在50以下 那對過來看這邊 應該是在 500多塊左右 是 那很久了 就是你可能可以報的比較長一些 那最近一次進場機會 在這個地方 就是4月16到19那邊 不是有掉下去嗎 對 那這邊是不是重新轉到50之上 是 就這個位置 大家就可以重新買進 好 那買了之後 短線你想要出嗎 怎麼出呢 就是你的RSI上穿50的時候 你進場 出場就是你股價跌破月線 你就可以暫時先出 所以現在看起來 虧要碰到月線 對 那你就可以下去之後 如果你之前報很長的 你可能就可以先出 長線頭真的看月線是OK 那如果你重新進場呢 因為有時候RSI 它不會掉下去嘛 像你看從 這個點到這個點 是不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 都沒掉下去 那如果沒掉下去 就不會有重新穿上來的感覺 所以你就可以看什麼 股價如果重新上穿月線 你就可以再進場 是 對 就不會找不到上場的 出進場的機會 所以左邊是台積電 右邊是這個散熱的這個王牌 騎鴻 三零系的騎鴻 它更明顯 你看這個地方 在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它是不是RSI穿上去 那股價就開始進行一段 奇幻的冒險旅程 它有好幾次 對 現在也很高點 所以你按照這樣的一個 這個狀況 都不會有找不到 進場的這個機會 不過剛剛講的 這樣找的方式是 它回檔後再攻 對不對 如果大家喜歡這樣的方法的話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樣真的有用 那因為我們每天都會看 所以我們在3月5號 我特別做了一個紀錄 就是我講了六檔股票 幫自己做個紀錄 對 那那一天的加權 就大盤是19386 然後到昨天呢 而到今天是21364 所以今天雖然跌了300點 但是還是漲了10% 那我那一天同時撈了六檔股票 長榮鋼 新鮮 中光電 奇邦 廣達 跟新路 這六檔都是符合 我們剛才的那些邏輯上面 中哥ETF 對 那我們來看 長榮鋼它的報酬率是15% 那這個賠錢我就先不講 中光電是54% 廣達14% 新路是23% 就是六檔裡面有四檔 其實報酬率都還不錯 那這六檔平均大概是19% 對 所以其實這就是ETF的好處嘛 對 分散布局 分散布局 對 按照這個方式 其實效果其實都還OK啦 當然中光電它比較多 去跟它那個 有個中光電機器人有關 那 重點是這些就是過去發生的事情啊 那今天有沒有發生呢 其實每天都會有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的中哥紀錄表 對 我們從昨天的收盤撈出來 其實有四檔負荷 那我們把成交量比較小的把它剔除了 就是1000張一下 我們就不把它納進來 第一檔是812的智商 智商回檔很多人問耶 對 它主要是做IC通路嘛 代理三星的相關的一些產品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今日的江波圖 原則上它也相對的抗疊 這個中間這個是平盤有沒有 前前一條線 它在早盤曾經還是漲的 你看大盤其實很差 它還是上漲 那這個尾盤有點壓回 它的營收規模是國內第三檔 僅次於大連大跟文業這兩檔 那我們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它的營收年增 EPS也是年增 所以基本面是有加分 季限我們剛才說你要看一下嘛 所以它現在是站穩季限的 殖利率4.87也接近5% 那我們剛才算的是平均5年 所以這個是今年4.87 再往前看它幾年應該也是不錯 EPS我們說大於0 它已經是5.23強勢 那8150的南茂 IC封測 一樣它的平盤在這個地方 今天也是抗疊 比起我們剛才講的幾個大型的全資股 它是LCD的驅動IC封測廠 那這是營收比重 它的這個EPS年增 營收也是年增 都是OK 但是它現在在季限的下方 這樣比較留意 我們就說這樣分批進 可能先進1% 在剛才後續的一些狀況 那殖利率 EPS 這個都是OK的 那再來第三檔是2527的洪景 瑞光的轉頭 對那洪景我想上禮拜 我錄的時候那個隊長有來嘛 對 隊長 對 昨天他也有講這個 所以他基本面他講的相當多 是 瑞光的集團 然後營收100%是新建住宅 還有這個 這個略光的這個K級的這個大樓 那它的營收比較不穩定 因為路障的時間關係 但是也是年增的 EPS也是年增 基本面也不錯 站穩季限 那這個3%的殖利率 2.64的EPS 那最後一檔是智冠 智冠 智冠我們說過在夏天之前 通常上漲機率是高的 那智冠除了做線上游戲 它其實有做這個上游中游下游 整個的一條龍的服務 那包括電子支付 它有一個 致富寶 這個叫做Easy Pay 那有興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平盤附近 這一條是平盤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起來尾盤稍微有下來 不過你從這張圖看起來 這四檔其實今天都不算是重挫 那宏景甚至還是上漲 那就是我們撈出來這個效果 就是高值利率 而且RSI剛好由下往上傳 這是它的一個優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而且電子跟非電剛好都有 像你上一張也是這樣 對 就是我們沒有去限定 我們的標的定量是什麼 所以你就可以分散你的交易風險 是 對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這個日K的一些狀況 至上還蠻多人關心的 對 而且它在昨天有被納入 九一九的新兵 現在不知道納入是好還是不好 因為它還好 因為其實940之後 已經比較少人在互相吃豆腐 是啦 對 那我們看昨天投進 其實買了相當多 買了三天嘛 那我猜應該已經買滿了 因為它權重可能不是太大這樣 那外資是稍微賣超的 那RSI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這個參數都是用14 我們用一條線就好 用14 那由下往上穿越50 所以昨天它被撈出來 那我們說月線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它是月線上方的 RSI轉強 那營收呢 稍微有一點比較偏向向下整理 所以觀察後面五六月的狀況 那這營收在這邊 那這個是大戶 大戶也是有一點往下 大戶也是有一點往下 所以要留意一下 可能可以買 但是就是停損停利 自己要設定好一些 對 那右邊這是南茂 南茂我們剛才說就是在 季線是橘色這一條 就是季線的下方 季線下方 我要跌那麼多啊 對 那外資跟投信呢 因為封測其實都差不多 你看像晶圓店啊 它還都漲 圖形都漲差不多這樣 最近都是修正 那外資買進 那投信呢是賣掉 所以本土有一點這個對作 大戶持股稍微有一點向下 那營收維持在一個高檔震盪 所以這兩檔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南茂搞不好也是有ETF把它換掉 因為以前它也是高值利率的代表之一 但是不管納入或是換掉 符合指標的都是好股票 對 其實都可以去考慮去承接它 好 非常謝謝齊全王子 鐘哥